祝你大家平安 很高兴今天继续的为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想跟大家谈的分享的是六个以色列之派 取之于历代日上第七章第一到第四十节 本章中我们有六个家谱的记载 这六个家谱是以撒家家谱 在本章并没有详细指出这些家谱 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多少的资料的记载 比如变亚敏之派 拿佛他利之派 亚瑟之派等等 好多年的经历跟历史可是没有多少的资料 不过从其他的卷书的参考呢 每个家谱都有起起落落的问题或经历和优点 这些优点教导我们 要学习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服供上帝 在这些家谱中有什么经历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呢 在第七章指出这六个支派的优点 我们来看是哪几个优点呢 第一我们来看以撒家的支派 第一到第五节 以撒家是雅各和他第一任妻子 利亚的第五个儿子 按照创世纪 以撒家是利亚用他的大儿子留遍 寻见的封家向拉杰交换来与丈夫同传一业的权利 他对雅各说 我用我儿子的封家把你雇下了 你要与我同情 所以利亚给生下的这个孩子其名为以撒家 意思是公家 他的后代以撒家之派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 住在加利利海东南 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 他的父亲雅各在埃及临终前为他祝福 以撒家是强壮的驴 握在羊圈之间 他看安息之处为家 看那地为美 便低肩被种 成为福苦的仆人 那雅各把他们比坐卧在两重重担之间的一头强壮的驴 他们勤劳非常关心他们的乡村事物 并在他们的帐篷里欢呼 可以参考生命记三十三章 以撒家带着四个儿子 托拉 普瓦 约伯 森伦 和父亲雅各全家一同下埃及 死在那里 也埋葬在那里 他的后代中有士师托拉和两位以色列王国国王巴萨和他的儿子以拉 摩西也曾这样的祝福他们 以撒家亚你在帐篷里可以快乐 生命记第三十三章 那他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支派 他们的国家物产丰富 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过度放牧会 放牧会有什么危险 而且他们人民非常聪明 可以为所有的人找到工作 他们是一个勇敢的支派 是大能的人 在第二及第五节有提到 是首领 第三节 他们是那些习惯于劳作和做生意的人 是所有人中最适合在需要的时候 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的人 所以我们来看 从以撒家的家族 我们可以学习到 他们是习惯勤劳的人 关心别人的人 非常聪明的人 欢呼快乐的人 帮助他人的人 一群勇敢的人 一群大人的人 领导首领的人 赎做生意的人 为国服务的人 那我们服侍上帝是勤劳的吗? 是殷勤? 是关心人? 是聪明快乐? 是勇敢的吗? 还是懒散? 萎缩? 不关心? 时常忧愁的吗? 那我们来继续看 第二支派被提到的是 辩雅明支派 辩雅明支派从第六到第十二节 这一个支派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 辩雅明支派是以色列十二支派最小的一个 是雅各又指辩雅明的后裔 在旧约中该支派常简称为辩雅明 他们虽少 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 却起着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他们那些勇敢的专事 这里只对这个支派做了一些介绍 因为下一章会介绍得更详细 这个支派的民兵人数刚好达到六十千 但他们是大能的勇士 我们可以看到第七、第九、第十一节 辩雅明被狼斑穷夺 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二十节有提到 这个支派的荣誉是他产生的扫罗 作为第一任国王 更光荣的是当其他支派叛乱时 他坚持支持大卫家的合法国王 辩雅明人以后是一名早期的士师 他刺杀的摩雅王伊基伦 抢救了以色列人 后来呢 辩雅明支派又协助底波拉和巴拉 战败了西西拉 这支派中伟大的人物层出不穷 其中有政治领袖 扫罗军中的军长 大卫军中的勇士 百发百重的弓箭手 还有管理 所罗门 普役的官吏 那辩雅明的后代子孙中呢 也有品格 卑劣或者劣 很坏的人 比如说 是摩西派去归探迦南地的十个探子之一 他向以色列人报的是恶性 还有王国时代早期 有三位变亚明人 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一个就是以色列的一个王 扫罗 他是一个性情如猛 狭义至尊的变亚明人 另外一个就是扫罗家的士媒 大卫逃避压撒龙时 遇见四媒 他恶毒作骂大卫 第三个是48 他是个性情急躁的人 压撒龙反叛大卫失败以后 又起来叛乱 但很快被平息 他也被杀死 那他们的行为教导们不要学 我们今天要探导的是 支派他们的长处优点 我们可以学习的 本章带出 他们虽然是以色列支派最小的一个 他们人数少 但是在历史当中 他们是占重要的一些 尤其是那些勇敢的专士 他们也是大能的勇士 从变亚明的家族 我们可以学习到 他们是最幼小的 是十二支派之一 最少人数的 但是起得很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大能的勇士 大卫军中的勇士 产生的扫罗为第一任国王 以后是一名早期的士师 他刺杀的摩亚王伊基伦 拯救了以色列人 支派又协助 第一波拉和巴拉 战败的西西拉 有政治领袖 扫罗军中的军长 百发百中的弓箭手 还有管理 所罗门普裔的管理 虽然是一个 所谓的 很小的一个支派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很多地方呢 都有他们的服饰岗位 第三我们来看 拿佛塔利支派 第十三节 这个支派呢 圣经比较少记载有关 只有这支派的第一位 祖先被提及 我们可以在创世纪 第四十六章 第二十四 二十四节中找到他们 只有那里的士人 就是这里的沙龙 他们的后代没有被提及 我们来看 创世纪第四十九章 第二十一节 拿佛塔利原文 意思是教律 是被释放的母鹿 他要生出可爱的小鹿 拿佛塔利是雅各的 第六个儿子 是拉杰的使女 匹拉所生 拉杰为其取名 拿佛塔利 意思是我相争 就是相争的意思 是以色列支派之一 是以色列支派之一的 拿佛利支派的祖先 创世纪 第三十章 那雅各临终前 对儿子拿佛利 他的祝福是 拿佛塔利 是被释放的母鹿 他出加美的言语 就是创世纪第四十九章 第二十一节 意思是 拿佛塔利是多产的母鹿 生出可爱的小鹿 雅各在此 祝福拿佛塔利 出产丰富 如多产的母鹿生下 美好的小鹿 摩西未始至先 对拿佛塔利支派的祝福 如此 说 拿佛塔利 你足占恩惠 满得耶和华的福 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 底波拉臣派人 从拿佛塔利的基底师 将巴拉召来 吩咐他率领一万拿佛塔利和 西伯伦到他博山去 那是可以看到 《诗诗记》第四章第六节 可见 拿佛塔利支派出产的勇士 确实数量不少 从拿佛塔利的家族 我们可以学习到 他们是 是被蒙福的 是被释放的母鹿 生出可爱的小鹿 是足占恩惠 满得耶和华的福 支派派兵 征战的勇士 数量不少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祖里 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 我们在祖里 在上帝的国度里 是蒙福的人 上帝是何等的 有上帝是何等的幸福 一生最美的祝福 第四 我们来看 马拿西支派 从第十四到第十九节 经文 我们如果看 《创世纪》四十一章 第五十一节 约瑟 约瑟给长子起名 叫马拿西 意思 使之忘了 的意思 因为他说 上帝使我忘了一切的 困苦 和我负的 全家 在这一段 谈到 马拿西支派 他们中 有一个取了 一位亚兰人 也就是叙利亚人 在十四节里 我们可以参考 这是在他们 这是他们在埃及被奴役期间 他们很早就开始与各国混居 虽然父亲娶了叙利亚人 但马基的儿子 或许看到父亲家里的不便 取了被奴役的女儿为妻 在第十五节 我看到 他们从父亲的错误中 吸取教训 不要再重蹈负责 那摩西 临终前 为约瑟支派 祝福时 摩西说 他为牛群中 头身的 有威严 他的脚 是野牛的脚 用以低处万邦 直到地极 这脚是以法连的万万 马拿西的千千 我们可以看到 生命纪第33章 野牛是比喻强盛有力的民族 上帝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似乎有野牛的资力 就是民俗纪第23章 我们可以参考 脚是代表上帝 所赐的力量 马拿西并没有 因弟弟与法连得万万 自己只得千千 而记恨怀恨 想杀死与法连 他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 谦卑 非常的难得 马拿西支派 虽没有灭除或赶出外族人 却能使迦南人做苦工 在耶稣亚书第17章 我们可以参考 他们把富人留在河东 所有的壮丁拿起兵器 随全体以色列人渡约旦河 攻打迦南地诸王 直到所有的支派 都分得产业采访 家园 你会看到他们有团体的精神 团体的精神 他们这种团体的精神 顾大局 为全民族的幸福着想 勇敢作战 不怕牺牲的精神 得到摩西 耶稣亚的赞许和 众支派的用户 我们可以参考 明书记第32章 以及耶稣亚书22章 在世事时代 15个世事中 有四位世事是马拿西之派 他们是基甸 和他的儿子亚比米勒 住在越旦河西 还有亚尔和耶佛塔 是住在越旦河东 这四个人呢 使以色列人战胜 那些侵略者 得享太平70多年之久 我们来看 从马拿西的家族 我们可以学习到 他们是从错误中 吸取教训 不要再重蹈负责 强盛有力的民族 没有怀恨 完全谦卑 顺服上帝的旨意 有效的控制 敌人加难能 有团体的精神 固大局 为全民族的幸福着想 勇敢作战 不怕牺牲的精神 有很好的领导者 我们来参考一下 跟我们现在服侍上帝 服侍教会 有什么联系吗 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呢 我们服侍上帝 如果冒犯上帝 不要一错再错 重蹈负责 要认罪悔改 远离罪恶 在教会服侍 处视为人 不心怀嫉妒 要完全谦卑 顺服领袖和上帝 要有效的控制 自己的情绪和脾气 因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切记要有团体精神 顾及大局 为全教会上下着想 没有失心 有牺牲的精神 成为很好的领导者 另外我们来看 的是另外一个支派 就是以法联支派 第20到第29节 以色列人定居迦南时 以法联支派的一个女儿 叫做舍伊拉 她自费或亲自建造了一些城市 其中一座城市名叫乌生舍拉 第24节有谈到 一个贤惠的女人 可能和一位大能的男人一样 给一个家庭带来 巨大的荣誉和祝福 这位女子建造了三座城 其中的上帛和伦和夏帛和伦 是以法联三帝 北面重要的军事要地 或者是军事的重地 当时这两座城 防御保护着下方的耶路撒冷 你会发现到 这个女的有多么的厉害 另外 以法联也出了另外一个儿子 他的支派也出了另外一个儿子 任的儿子耶稣亚 耶稣亚参与了征服迦南的行动 在第27节 据圣经《生命记》记载 耶稣亚接续摩西成为以色列的人 以色列人的领袖 带领以色列人以米店为起点 恭敬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帝 在耶稣亚的领导下 以色列人在许多争战或者战争中 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占领了以色列地区一带土地 也就是古代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西人 西卫人 耶布斯人所居住的地方 是牛奶与蜜之地 耶稣亚成为以色列人民族英雄 因此后来许多犹太人将子女命名为 耶稣亚 从以法连的家族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呢 我们来看看 舍伊拉自费或亲手建造了一些重要的城市 一个贤惠的女人和一位大人的男人一样 耶稣亚克服困难 征服迦南 成为以色列的领袖打圣战 领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 成为以色列的英雄留下好名声 我们在服侍上帝和教会是否慷慨解囊呢 还是不愿意奉献呢 我们是否可以克服困难 过着得胜的生活呢 女子不是弱子 上帝一样可以使用 成为她的精兵 耶稣亚是一位出名的领导者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我们在教会服侍上帝和上帝的教会的时候呢 无论是带领敬拜的小组的或者招待的任何岗位我们也可以做得很好很出色 在服侍上有好名声 在服侍上有好名声 荣耀上帝 最后一个支派 亚瑟支派 第三十节到第四十节 亚瑟是雅各的第八个儿子 利亚的使女西伯为雅各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亚各临终前 这样的祝福亚瑟 亚瑟的食物丰美 他必出君王的美味 摩西的祝福呢 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 得他弟兄的喜悦 可以把脚缠在油中 可以把脚缠在油中 你的门算是铜的铁的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就是生命纪第三十三章 这里提到了 这亚瑟支派呢 一些出名人物 他们的民兵人数呢 与其他支派相比并不多 总共只有26千人 但他们的首领都是精锐的勇士 是首领中的领袖 也许他们 也许是他们的智慧 他们不贪图 是训练有数的队伍人数众多 而是只拥有少数适合打仗和能服役的人 在旷野行军时候 亚瑟支派的首领 额兰的儿子 伯洁 在归探迦南地时 亚瑟支派的首领 米迦勒的儿子 西铁 这边一直在谈到的是说呢 他们呢 虽然人数少 但是他们能够参与的就参与 然后在分地产业时呢 亚瑟支派的首领 斯罗米的儿子 亚西乎 所罗门王时代 供应王和王家食物的官吏 那就是 护帅的儿子 巴拿 大卫的勇士 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 有四万人 他们都是 能上阵打仗的 就是在面对仇敌时 不知 惧怕 能上得了阵 能与仇敌争战的人 这是他们的缺点 他们的优点 然后呢 他们的特点还有 能守行武的战士 曾经来到西伯仁 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王的 这些都是他们的优点 那从亚瑟的家族 我们可以学习到 他们是首领都是 精锐的勇士 是首领中的领袖 很多岗位 他们都可以参与 他们都有参与 能够打仗的都会参与打仗 面对仇敌时呢 不怕 不会惧怕 能够上得了阵 能够与仇敌争战的人 支持领袖和王 同样的 在教会中服侍上帝 我们要成为上帝的精兵 参与服侍 支持领袖 打美好的仗 令更多的人归向上帝 我们来反思 今天所领受的上帝的话语 每一个支配都有他们的长处 优点 专长和恩赐 他们都曾服侍上帝 参与上帝的工作 第七章都是指出 他们正面的不是负面的 他们好的一面 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有我们的长处 优点 专长 和恩赐 我们虽有缺点和负面的 但我们靠上帝 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所富裕的 来服侍上帝 来参与上帝的事工 令更多的人归向上帝 愿上帝 保守你们 平安 我们来祷告 加巴天父 我们在这的感恩 今天您所带领我们的 所赐给我们的 您的话语 从六个 支配里面呢 我们学习到好多好多的功课 我们学习到 很多宝贵的功课 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可以学习到 如何的去服侍你 如何的去服侍教会 也如何的带领 更多的人 敬拜你 归向你 主我们 继续地帮助我们 能够活出 像他们那样的 有恩赐 有恩典 有专长 来服侍你 主 能够学到的 能够学以致用 谢谢你 随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告 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